亲爱的小朋友 这是杏如姐姐给你买的书 希望你会喜欢哦 这是林杏如写给大山深处 一位12岁农村留守男孩的一封信 在聊天过程中 林杏如得知小男孩很喜欢读成语故事 你最喜欢看什么样子的书 成语故事 但村里教学条件一般 无法满足男孩读书的愿望 林杏如当即答应送男孩一套书 成语故事也喜欢 好 下次姐姐帮你寄一些书过来 放在这边给你们看好不好 她真的做到了 自费套样包买了很多本成语故事书 放在了村里的图书馆 那天那个 12岁那个小孩好喜欢看书的那种 她说她喜欢看成语 然后唐诗三百首就买过来给她 成语故事 童话故事 民间故事 唐诗三百首 这个可以放到那个有声角 有声书 那个小孩他是真的喜欢读书 那我就答应他 我说好 那姐姐下次来的时候 我帮你带你喜欢看的书 因为男孩上学 林心如措施了把书送给男孩的机会 所以留下了这封信 希望小男孩以后好好学习啊 早日走出大山